大家好我是DK 欢迎收看DK全老教育打造胜利方程式 今天这个风延续昨天很大 市面上纷纷老老 昨天台积法说会看来市场不是买单 柜台今天跟着一起杀 成交量没有放大太多 比昨天再少一点吧 台积电跌破1000元 我这边写红海限魔力台积跌破千 23000大破大力限曙光 正达红准有微科阳城达能 冬点光点 没有听过这个 我就说限曙光 今天有一些能源股 都表现的不错 表现的不错 DK也有 我这边一样放太阳能板 今天没有要冲 地球还在机器人还在 你有看过分析师把跌停板的摆在第一档吗 正达今天跌停板 好 我到后面来讲 这个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习惯一下 这贵买指数啊 两个黑K 我知道这市场上有些分析师蛮不错的 叫大家把闪开 要闪过这个 但是又好像有听到一些声音 他们准备接股票 那我就会想要问啊 如果这样子跌完你就要来接 那你干嘛要出 你其实闪不过超不过10% 我这两天跌起来手上的股票 今天有 今天有超过正达跌停板 其他股票其实很少加起来有跌超过8%的 今天差不多有8%但是我也有涨停的耶 好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我说你要提高警觉资金控管杠杠 你杠杠在这里你要小心 我这边用眼睛看我也知道 今天很多股票往下杀 好往下杀 杀到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要拿 你要拿 这是DK常常在节目上跟大家聊的 这不开玩笑 我说太久没跌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好这边有一个点月线嘛 沿着月线走那月线也会动 你就是参考而已 不要用后见之明来看说 这边就要有支撑他哪有撑 他没有撑呢 昨天也有人进来买股票 你现在是买股票还卖股票 但DK常常在讯息的时候有讲 你要买股票你用零股来摸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把自己规划好 我持仓暗表超客 我没有散来散去 我也不会再跌下来 然后告诉你这个 看不到底或者是什么 然后你突然说大举进场 好像你看得到转折 那你多空就一直这样抓去转 用期货大台 你就超厉害啊 你一下就复利变成财务自由 我相信不是包括分析师 网红好不好 网红一些网红好不好 也不是 所以这个就留给大家去思考 今天礼拜五我们大家轻松一点 虽然都绿绿的 但是也不用心情不好 因为并没有什么 长多回档休息看变化 有弹性你要适应 好讲红海 这个标题大家都要下一下红海 但是DK也习惯了 也会下红 标题是红海 但是我常跟大家讲 DK不操作红海 在这个位阶 以前投资人问我 我有说在100块附近 你可以做企业路 后来他就一直走一走 因为DK没有做 但是投资朋友有做 而且赚得还不错 账上还不错 走了这么远 然后就突然在这有人喊一个500块 上次那个新闻节目就讲500块 包括今天大家 我在一些社群 我在FB有一些 不小心会看到 还有在喊500的 那种你真的要退群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先来250好不好 我说如果没有逻辑用喊的台积链 我喊8000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做交易没有这么不切实际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聪明人 那个是不是诈骗你 你要懂得会散 我DK有时候看很多诈骗 真的很心疼 怎么会就这样钱被骗走 相信那些有的没有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免费的 没有免费的 好不好 My God我听到一堆要重压 我其实有点紧张 魔力红今天碰200 直接就弹起来 这么准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思考 但是这个魔力价 我说了真的很多人较劲 还真的有撑了一下 那下礼拜呢 这个我留给大家去想 他 涨没有算很少 我说不过要引起我的注意 破二 破二是要二多下来多少 我之前有下一个价位 绝绝对对的事情 红海他也是股票 如果不对劲 这个风要继续往下跌 掉到两万一 跌破两万 如果他也波及 你要射停损 我管他什么股票 台积电也一样 如果你在山顶上 买一堆ETF也一样 好不好 DK在这边提醒大家 我们当然都有期望值 如果没有 我这个很真切 不像其他分析者 我等下讲后面 你就知道为什么很真切 今天我慢慢讲 后面股票好多 但是我就带一下 好不好 我说这个昨天市场不买单 法说会这么好 所有的新闻记者 好棒 一口气开红 昨天夜盘 晚上直接杀 间谍了35块 他就占了将近290点 跌500多 300 我们还有300 200多点给其他分 今天大力光也跌很多 封面有写 大破大力现曙光 他就破了 3000破下来 破了2900 有盘中的破掉 但是我在这边 早上跟投资朋友聊一件事情 这个上1000元的时空这么短命 你看那些信华 世心KY 他们上1000以后还怎么样 我不觉得 不是我 对我现在是这样看 我不觉得就这样而已 他在这1000块以上到1080的时空很短 好这个留给大家思考 我们要眼见为凭 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就怎么样 我这边也画到850 虽然我只是模拟 我说你不要那么认真 我画三天 我叫你盘中 我讯息我这一周就叫你安全带绑好 我不是什么看大多或看大空 我就知道他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不愿意 我就算知道会跌我也要乘风 我今天就拉杠杆啊 好不好 我们杠杆拉掉就好了 输钱就输钱 小输有什么关系 我命留着 我再站回来很快 对DK来讲不是一件什么太难的事情 好 来进入正题 节目以赖 分享股票 一片绿 好不好 收盘还有叠更重的 不只这样 这盘中的 你有看过这种权力还端出来的分析师吗 有啊我啊 其他的也有是不是 好 网红也有 那ok啊 你不然有红就要讲 有黑要讲 今天我五灯讲 三红灯 两绿灯 那个有一档 正达是绿灯啊 好不好 正达绿灯 我开盘我有 有的会员 有的我有叫 我们先走一些 把杠杆拿掉看变化 但以长远来看 他还在我们的多头轨道 只不过你今天特别的熊 特别的弱 不好意思 DK一定要太弱 如果跟其他比起来 特别弱 我就一定要太 我可以不要出光 另外一档生技琴 努力好不好 那个 网红好好的抬 好这样是洗不掉我的 你昨天快涨停 今天跌停 我说那个是腰股 你大部分 我没有带会员座 我也不跟投资朋友讲 那是完全就是我自己的 但是我看了一直觉得好笑 要端出来啊 跌梯也要讲呢 你不能这样当大家 我觉得投资人没有这么 可爱 好像用红的 我不喜欢这样 好 往下看得红 今天就要说 大家不要 不要呛市场 今天马上又收盘跌5%多 今天跌停了两个 9% 其他都在5%以内 其实也有跌 但是因为我说过我的位阶比较低 尤其像这样的股票 见了新高 这有出道 我不是我捡杠杠 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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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跌到这边我还没输 他就真的要来跌 好啦 我偷想 不要再跌 即便你这样跌 我也是在下面看而已 我就是遇到这种不顺遂的盘 或者遇到这种时空 DK不会硬 我不用赚这么多 我甚至可以不要赚或小输 但是我的命都会在 这是加入我DK军团 唯一的可以跟你保证的事情 因为我不遇到大赔 如果我今天真的大赔 其他人应该是 我都完蛋了 真的啊 我选择权的空单有 放到9月 下礼拜再跌 我要开10月的出来 我单子拿的出来 我是久在做避险的 好不好 这个我才会 放心买那么多股票 我才有办法带会员 你没有 这个有交耶 考分析师的时候有交 实做起来 好不好 这盘我们聊资金空管 你要记得拿杠杠 好 政达5月9号我有推 我这可以回去检验 你可以去看影片 今天我刚刚说的 这是我第一个成本 第二个成本在这里 我当然是看多才会买 但是 在月线附近 我在月线附近接 他不如我预期 今天往跌停去 后来有锁 虽然锁的张数很少 但是我还是要接 因为我不知道 到下礼拜还会不会跌停 我不预设啊 你不知道什么 拿什么 什么产业 又什么EPS来保护 或者未来又怎么跟AI有关 你不要跟我讲那些 我不吃那一套 我等下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不吃 好不好 去杠杠可以啊 资金空管 好不好 有微科 今天差一点涨停 大家是怎样 这个盘大差一点涨停 嚇我一跳 好厉害啊 5月14号请看 什么5月14号 我就讲有微科 对 来这里 我叫你贴井飞 单子没掉啊 我说你没有看错 大风逆势盘还在吗 暗表超客啊 我也知道这个盘要跌 然后我就要把它全部卖掉 然后我就没有这盘中 最高还有到8% 后来下来 我知道这个当冲进来刷的乱七八糟 后来还是收红 没涨那么多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这样子的走法 今天还那么强 今天是什么盘 你在这里面放空的 你要有一点小心 这很容易搁空 这样的物件 我说下礼拜 就给我几根跌停 投降 好不好 我没关系啊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 我的经验是这样看 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需要投资组了 你今天这个盘昨天这样子摧 昨天说今天再跌500 下礼拜我们再跌500 一天500 五天就2500 啊 我吓到你 不要吓到 这个很多涨市就是这样啊 涨涨跌跌啊 如果这样子的要下礼拜告诉你说 进来买的那我问你你接到刀子 还要跌1500 2000 下礼拜礼拜一跌500 是这样吗 我们在里面啊 这个风沉压下来 慢慢的不对劲 是一直把我们的杠杆拿掉 结果你如果可以这边闪 这边又进来买 我说过你买到可能是三腰到三顶之间 你如果你有这种成见 或觉得你可以抓这个转折 你也不会退开的哦 你那刀子一接到可能满手写下来 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 我难道没走过这条路吗 我有 我并不是不知道要可能会有一些震荡 或要修正 只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为什么要持仓暗表操课 后面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这是我可以分享出来给大家的 好不好 这个带量 这个我说你这边如果看这个 你吊单你怎么遇到这个 真眼不说瞎 我再看这指标是空方 现在在这里 好不好 OK 来 华电网 哇我今天看到这个 这个早上还创新高 5月27号我就讲 我不讲不代表我没有 而且我没有不讲 他都在我的节目的前面的line 有分享 好不好 就是那个我分享的节目 那我有看到市场一些网红 我们后来这几天有在叫 我谢谢你帮我抬知名度 好不好 有时候要 这个好 28块45 今天早上有创新高带量 对这种盘啊 早上还创新高 我什么时候买的 我价位在哪里 22块以下 我宽给你看 我这个有看到说什么 因为什么产业啦 因为法说会怎么样又怎么样 我教你不用看那个 我的系统捞出来 我看到可以做 他就可以做 你不要觉得我好像不知道那些内容 我不会用那些外部因素来带你操作 然后买在这里 然后讨到 我也没有带 谁在那边开杠杠 这是我的股票 也不是谁的 好不好 前面有会员做 老会员啊 我说对这种盘 创新高眼见为凭 台北股市改变是什么意思 这盘就算下去 有股市可以走长度 你有想过吗 不要还像以前台北股市 你又觉得说 我猜市场没有人跟你聊这个 我应该是第一个吧 就告诉你说 如果台北股市还像以前一样浅跌 这个一跌 就整个就全部跌 我不觉得是 台北股市已经像美国股市一样 很成熟了 你别忘了人家的ETF很多 我们的ETF也逐渐成熟非常多 这是台北股市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我白话的讲就是 不会什么什么全面悲观 就算掉到1万8以下 1万5 还是有股票可以做多 做多 再讲一次做多 我认为 好不好 你观察个看 阳城今天也是红盘 我说这健康的修正 长多下的架构 我只有逻辑 天天期待喷出 这里有喷出 结果你这里又开始期待 这里也期待期待 我不会这样期待 我只有逻辑 如果我的期望值更远 我就必须一直还在里面 我不要忍受获利回吐 今天盘中最高 有往上冲到五六%以上 大盘逆势跌四五百 他还是可以这样 这就是台北股市的改变 下礼拜可能就跌了 跌了就再说 我说了啊 你要有逻辑加杠杠或去杠杠 太弱换墙是为什么 如果你要进来做股票 还要下礼拜趁跌进来买 请问跟我在场内 不是一样都看多吗 本质上不是路一样吗 我撑得了呀 你撑不了呀 你觉得要闪那一段 你确定是闪得掉还是你接到刀 这个给大家想 达能今天掌停板 其中一个灯 5月17号就告诉你 成本16块多 15块8吧 很想忘记了 还在 一切都是逻辑呀 我的责任就是要找这样的股票 还有那个今天那个冬点光电 7月15号有一个4000多的量 平常没有人在看啊 那每天成交量不到三张 在我眼底子底下不要想跑 我在里面 好吧 那个不好做 量很少我也不会带会员做 太危险 我怕大家不会挂当 但是DK 很会找这样的股票 他今天在这里弄涨停 7月15号在盘后巨额交易 我这样讲会被主意抓走 真的 不要好不好 不要好不好 我就分享我出来看到东西 好不好 我说我不是要做前主持股 跟聊ETF DK不跟你聊那个 我要跟你聊 隐汉 达能 类似那种 之前罗生没有做到的中小型股票 然后会一直喷的 但是又不是叫你很高 再叫你说我们进来追 或抄别的分析师 网红 好不好 网红的股票 没有 好不好 我都从下面 我就会跟你讲 如果你有看我的节目 好不好 周五轻松一点 尾巴先加入小老鼠DK5 525 收盘三点新贵 龙炭 前几天跟他说 涨了多少几% 快40% 今天又涨了6%多 7%8% 还带量 你干嘛 我在看 我说这个不能只有DK看到 虽然他在新贵 我纯分享 我都没有叫做 你做不做 你一定要自己规划 DK没有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我当然会指导你啊 好不好 如果不是在群主里 你真的要替自己 我分享出来已经不得了了 以前我的小学弟 小老弟都叫我说DK 你的佛系战士 把这拿出来讲 这些都是宝藏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在市场 就把我看到的讲出来 你们自己拿回去做好资金控管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好那下礼拜 我们再来看这个盘 我估计还要跌 我也估计还要跌 跌就一直跌 跌到会刹车 跌到盘中有力道 我自然会在群主再告诉大家 你赶快加入 小老鼠DK525 周末一块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我也很喜欢这个 真的 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